大家好 这又有一个勇士啊 一个勇敢的人站出来了 这个人呢 叫做谭兵林 谭慈彤的谭 士兵的兵 树林的林 谭兵林 抵制年检潜规则 现在中国大陆啊 各行各业 到处啊 都是潜规则 他说 18日的下午 我把车砸了 举报年检潜规则 晚上检测站 三个人来 布云桥镇 没有摆平我 来三个人啊 想软硬兼施吧 想把他给摆平啊 布云桥镇在哪呢 我刚才查了一下 湖南省齐东县啊 这个 19日晚上 官方的人找我 官方啊 我扛住了巨大压力 拒绝 霍西尼 拒绝霍西尼啊 我不干啊 我一定要黑是黑 白是白 对是对 错是错啊 我对官方的人说了 不做敲锣难 敲锣啊 我个人可以承受一切代价 我不能利用公众的支持 达到目的就一脚踹开 有很多人是利用舆论啊 达到了他的目的了 就马上是跪舔权力 其实郭德纲也有这一点啊 当年郭德纲是草根 他出道之后啊 被主流相声界 被江坤啊 李金斗啊 这一帮人打压他 哎 后来他利用舆论 利用老百姓啊 哎 等他出了名了 好像他就淡化了这个色彩了 在中国都是这样啊 河北的聂树斌 对吧 这个十几年 他儿子死了之后 得不到申冤啊 后来解决了 解决当然也只是部分的解决 然后马上他就感谢党 感谢政府啊 让那些为他发声的那些人 那些死磕派的律师 是吧 那些人最后也心里很不是滋味的 对吧 因为那些人为了他们家的事 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啊 对吧 包括他们县公安局的副局长 对吧 最后都什么状况啊 多惨啊 对不对 然后妥协退让并没有问题 收买我也不是很难 但是我不能背叛道义 权力从来就不讲信用 没错 他要收买你之后 他还恨上你 他过后会报复你 也许又给你下个套 让你进监狱都有可能 所以他说啊 权力从来就不讲信用 其实所谓权力就是官府啊 如果我背叛道义 做父亲人 被权力秋后算账 声援我的人 一个都不会有 他看得很明白 对吧 背信弃义啊 背叛道义 做父亲人 说到这儿啊 我得忘 我得不是忘经 我在燕郊 我在燕郊 我跟他们传授过 跟我的邻居 传授过我维权的经验 后来在小区里边 有两个邻居 至少两个邻居 跟我说 说物业要收买他们 我说的都是 就是小区里边 所谓的维权 比较积极的 这些人 比较勇敢的人 说物业要收买他们 我说你千万 别为了迎头小利 我说你一旦 跟他有了金钱的往来 啊 那你出卖了良心 你以后在小区里 就得臭了 你就完了 为什么 物业不会替你保密 他会把这消息散出来 进一步的瓦解 制造矛盾 制造猜疑 让业主不团结 因为物业的人 有的时候就藏在业主的 聊天的那个平台上面 QQ啊 微信 他藏在里面 他说他是业主 你知道吗 你不可能跟每个人都见过 后来我们那小区 搞那个业主维权 搞业主维权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的 就明显的就是小骂大帮忙 有一个琢瓦巴唧的女的 好像戴不戴眼镜 矮胖 对吧 后来我们都怀疑他 都怀疑他 还有一个女的 还有一个女的 我说那个 那个天津 被抓起来 那个叫什么 五爷五长顺啊 疑似 五长顺的情妇 在我们小区 发展了一个人 发展了一个 他的马屁精 拍他马屁的人 那个女孩 后来跟我们翻脸之后 还要搞我 搞我的那个隐私 然后 结果 人算不如天算 那个也是个女的 这个女的 就北京顺义人 他怎么弄 你知道吗 他要了解我的背景 了解我的所有的材料 结果呢 他就找了物业的 就找到我们那个小区 物业保安部的经理 找到保安部经理之后 然后他说让那保安部经理 我跟物业的人 没有什么私下来往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 保安部经理的微信啊 然后那个人 跟他打情骂俏 称他为老婆 而这个人 而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 他老公 是一个江西人 他们俩是在浙江上大学 时候的大学同学 后来结了婚 没孩子 他老公是干嘛的 船员 远洋货轮 远洋货轮上面的 大富 有的时候一走 走一年多 当然这女的哈 就跟手活寡差不多 虽然有老公 老公一两年不回家 确实挣钱 反正也挣不了大钱吧 老百姓的孩子 可能一年几十万 养着他 他不上班了 原来有工作 在某一个精神病医院 当护士吧 精神病医院后勤的 这个女孩 但是他跟那个男的 他称他为 那个男的称他为老婆 然后要搞我的隐私 结果呢 他们俩聊天记录 你说这女的是不是缺亲眼 结果呢 就是我跟那个 我跟那个 那个武长顺的疑似情妇 翻脸之后 那个疑似情妇 就我说话很负责任啊 我也不给人夸大啊 我只能说他疑似情妇 他纠集了几十个 所谓的网络流氓 围攻我 然后呢 这个女孩 就跟我们翻脸之后 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截图 他怎么跟物业经理 交涉的 把这截图 还发给了其中一个臭流氓 这个臭流氓是一个 我想想 大连人 辽宁大连的 是一个开餐厅的人 他爷爷啊 也被收拾过 他爷爷是资本家地主 他们家也很惨 但是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脑残 加臭流氓 加混蛋 他给他了 结果这个人又发给我 在跟我吵架的过程中 为了威胁我 抱歉啊 抱歉 是吧 他为了威胁我 为了威胁我 把这给我看 那意思 我们知道你的隐私 结果 他给我看了之后 他也不收回 后来被我给留下了一个证据 所以你说这个人 是吧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你有没有老公 有老公 为什么你乱搞 是吧 而且跟我们的邻居 也不清不楚的 你还跟物业经理 这搞这种 对吧 真恶心 而且后来还给我造了 很多非常低级 非常庸俗 恶俗 低俗 非常三俗的谣 给我造 对吧 事实在那儿 是吧 我这人最讨厌人造谣 真的 造谣的人啊 我要见了面 我恨不得拿棍子 打折他的腿 把他的嘴撕烂了 真的 好吧 朋友们 就说到这儿啊